各位大家好 天主教台南教区主教座堂 四询其周训神父的话 标题是 耶稣以生命的恩赐战胜了死亡 罗父主教他说 我们已来到四询其的尾声第五主日 再过一周就是圣周 今天三篇圣言都和生命有关 读经二者克先知以枯骨附身的神势来预言 以色列民将要复兴圣殿重建和圣地复原 因为上主是生命的主宰 更是慈悲爱人 言出必行的雅威天主 福音将为我们印证生命复活的信念 前两个主日福音我们都聆听 若望中途有关活水全员和光的故事 特别是上主日以长篇幅叙述了 自愈胎生虾子的经过 凡生活在爱中 就在光明中 本主日继续用更长的章节 为我们报道住复活 拉扎路的感人奇迹 甚至用这个刺激作为 他前半部奇迹之书的结束 后半部预约之书 我们在圣州还可以聆听 主耶稣以生命的恩死战胜死亡 但是他复活拉扎路 却为犹太人构成杀死耶稣的借口 强烈的张力让人感叹 回顾圣中途记载 耶稣一生三次上耶路撒冷 前两次为我们歧视了活水全员 也治愈贝特杂达池边的贪子 接着行正秉奇迹 和生命这两个言论 这第三次是秘密去的 他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不会在黑暗中行走 却要得到生命的光 复活拉扎路证明 他有这能力 显示他是与生命者 他告诉姐姐马尔达 你的兄弟一定会复活 他回答说 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 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我们在殡葬弥撒 临主曲唱着对经 表示我们相信永生的奥基 在进入圣中的前一个主日 聆听这个奇迹让我们想到 我们的目道者将要在复活夜时 从原罪的束缚中被拯救 而我们自己也将重温这个神庙的经历 圣保禄宗族在读经恶理 启示我们因着信仰 我们的洗礼使圣神住在我们心中 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 所以在四旬其的尾声 我们要更加热忱地刻苦 栽戒清新寡欲 专注祈祷 使自己在心中听从圣神 而获得复活的生命喜乐 下主日圣之主日 我们将要仿效当年耶路撒冷的群众 手拿清律树枝 随同耶稣平安地融进圣城圣殿 我们的内心准备妥当了吗 我们要善用本主日 有关耶稣复活拉扎路的教导 祂一定聆听我们关于生命 与信仰的祈祷 我们在祈祷中也要学习 马尔大和玛利亚姐妹俩 把痛苦哀伤都向主请述 耶稣复活拉扎路 为我们有何启示 我们是否借四旬其 好好更新提升自己 跟着耶稣一起复活 度崭新的生活 我们可有立志 行何种善沟 来报答救主耶稣 对我们的无限大爱 我们该如何准备好 善渡圣之主日呢 以上天主教台南教区 中华圣母主教座堂 四旬其周训 罗建平副主教 文章的标题 耶稣以生命的恩赐 华圣母主战胜了死亡 我是郑兆星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el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箴说 终于